医院人满为患 人生第一次经历过凌晨三点钟排队 晚上凌晨十二点回家 发热 全身乏力 胸口闷 医生一句话 没有床位 就感觉到很失落 感觉被抛弃了 有点绝望 对医生或者是对政府有点绝望 他都会自己跟我们间隔一米五开 我当时的确没有 我理解的时候是在方舱医院里面 当时是一个江西的护士 他是冒着生命危险 从江西到武汉来救人 你刚到方舱医院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很焦虑 因为我所看到的方舱 一无所有 建设五百人的床位 所有的医疗设施全部要跟上 很难很难 而且这是过年 这不是你国家用钱都可以买到的 这个时候是需要强大的国家邻居力 来调动资源 这才能办到 它都是在慢慢地改变 之前有些人情绪不满 可能会闹啊 吵啊 现在的方舱不会 有时候会一起唱个歌 有时候会一起跳跳舞 方舱现在也来了很多心理辅导的医生 这是最关键的 而且我也是很认可的 触动非常大 因为这完全是颠覆了我一个 一个认识官 我那个时候不是还在抱怨武汉的医院不收人吗 而且在分开他们 换位思考一下 他们那个时候也在冒着生命危险呢 这一次的话 我真的是经历过生死 你为什么对这个护士印象那么深 他说你相信自己一定没事的 我们竭尽全力会救助每个患者 他眼睛就感觉有一种给人信心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你看着他 他不会被害怕所吓到 是信仰 但是后面还有个江西 然后他的字上面有一个祖国必胜 你认识他吗 通过那个节目认识他 你也想见他 对 我觉得我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 很好 能帮助到他的话 我其实我觉得心里挺激动的 我觉得我真的挺欣慰的 我看到他后面说了一句 我希望医务人员都平安地回家 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地感动 你知道吗 他这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了 为什么会让你这么感动 因为是从患者的口中说出来的 从康复患者 他经历的那些事情之后说出来 小伙子 小牛啊 好了 好了 要不要握个手 太棒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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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恭喜你 感谢 你出来的时候没来送你不好意思 也是感谢感谢感谢 不用写 真的不用写 虽然你们做的是很平凡的事情啊 但折射出的是伟大 你们是很伟大的 在我最低落的时候 您给了我鼓励 其实这个鼓励 是言语之间的一句话而已 但是他所折射出来的一个能量 是很巨大的 你知道疫情结束之后 也许我再来武汉了 你爱这行吗 如果不爱的话 可能就不从事这样 你爱他什么呢 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觉得我没有做的特别什么特别的事情 真的 谢谢你的名字